各位受獎人 各位贈獎人 在場的各位嘉賓 以及國家文藝晉會的董事長林董事長 各位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受邀担任贈獎人 三個月前當梅丁雅老師打電話給我 希望我能夠擔任這個工作的時候 那一刻我真的是又驚又喜 驚訝的是 終於知道 算是一輩子的知音吧 另外一方面又很開心 開心的原因是因為 不管如何 這三分鐘都是 一文藉最重要的時刻 但是一放下電話 其實我就開始惶恐 這樣子的誠惶誠恐一直到現在 為什麼呢 因為主辦單位國家文藝晉會說 無論如何就只有三分鐘 三分鐘一百八十秒的時間 我們怎麼可能說盡一位創作者 用盡他畢生的生活經驗 生命經驗 以及面對大歷史 個人歷史 家國 甚至針對其他的這個種種的 靈靈中的一切 做得從感受 經驗一直到回應呢 所以 無論如何 我只好 硬著頭皮 帶著小抄 來跟大家 做一些這個分享 俗話都說 這個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但是事實上就是真的嗎 其實梅定遠老師 花了整整的五十年 才走到這個台上 所以今天我們只能說 自從1977年 他獲得一個獎項之後 從1980年獲得雄師信任獎 你要等到2024年 才得到國家文藝獎的肯定 其中當然非常幸運的 他也在每個十幾年的時候 會得到台新藝術獎 或者是五三連獎的肯定 但是其中的過程 背景的艱辛 其實並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所以去年 當我們在征詢他 是不是願意接受提名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非常非常的忐忑 因為大家都知道 梅定遠老師不好搞 但是我必須要說 其實最難搞的 應該是他自己 面對自己的這一部分 也許吧 也許運氣非常的好 因為今年剛剛滿70歲的梅定遠老師 從這個60多要跨70的時候 60耳順的時候 接到大家的這個祝福 所以他在70 從心所欲的時候 就欣然接受了這個獎項 那要不然的話 其實梅定遠老師很有趣的就是說 他在1954年出生 所以剛好今年的這個狀況 會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他就是在國共內戰之後 戰後出生的第一代 然後他在這個求學的過程當中 剛好遇到台灣最風雨飄搖的70年代 1997年 這個退出聯合國 1978年中美斷交 然後呢 他在這個 前往美國求學之後 回來台灣的 就遇到了這個結言的年代 所以從個人到家國到國族 從他把這個藝術跟政治做一個這個疊合 從觀念到靈感 理性到感性 其實他做的就是我們最基本的這個工作 因為其實我很難替他說什麼 我只能說 今天我們面對梅定遠老師畢生的這個創作 我們可以看到他怎麼樣把各種的這個文本 變成文脈 英文的這個文脈這個字 所謂的context 就是基於如何把文本變成文脈 他透過他的這個巧思彗星 的確是做到如此 我只能覺得梅定遠老師更適合當偵探 或是考古學家 因為他做的這個部分事實上可能比專業的這個 專業人士還要幾個動人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啊 變成一個最好的說書人 譬如說他會 會黃蓉燦 說盡了這個不可思議的人生 也給我們不可思議的啟發 我也會覺得他是一個超級寓言家 而且這樣子的寓言 從社會寓言到政治寓言都是非常精彩 比方說1997年 藉級用人的這件作品 到今天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就是面對兩岸關係 面對世界最好的這個關鍵字 所以他一直的作為一個寓言家 這個時候是寓所的寓言 寓言家為我們進行就是 鋪墊未來考古的工作 所以一個人的名字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梅丁老師的這個八字一定很重 所以他才可以處理這些艱難的 痛苦的這個执扭的大歷史 那他作為一個水瓶作 他常常跟我說 佩妮啊我是一隻姑娘 佩妮啊我沒有朋友 可是我想這樣子的叛逆 這樣子的這個孤獨 或是所謂的孤僻 都是他放大想像 因為他有所有的朋友 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他也為我們找到未來 這個共感的知音 那任何一個水瓶作的人 都很厲害 但是與其說他孤僻 我還不如說 大家都知道他的收藏僻非常驚人 所以他會點點點手 點點點夢 點點點增 但是會用他的慧眼 巧思還有巧手 做修復的工作 只是說這樣子的修復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 有的時候是豐富 有的时候是跌合 有的时候是嫁劫 无论如何 都是一场温柔的革命 美丁眼心中的 也许有愤怒 也许有悲哀 也许有冰斗 这样子的冲动 但到最后的结果 它进行的就是一次又一次 温柔的革命 所以它的名字很有趣 我记得第一次 我跟长辈提到 梅丁眼老师的名字 那是三十多年前 耳背的长辈说 梅心眼 我是说没有没有没有 梅丁眼老师是最有心眼的 一位艺术家了 电视台也是明白 它是非常纳色寡言校的部分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觉得 它是二十跨二十一世纪 艺术界最大的 最重要的型男 大家一看到它就会想到 Johnny Depp Johnny Depp吧 如果说这个论语 子下 孔子的十则 弟子之一的子下 他说的这个话 是经典的话的话 让我这里摘要一下 他说这个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 及之也温 听其言也利 这个就是梅丁眼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 望之俨然的部分 它的庄重 它的庄严 可是一旦你跟它亲近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温文而雅 它的温和 可是当你听它 在描述事情 在传授知识 特别是在看它的作品的时候 那样子的凛然 那样子的严正 是永远不可能被 情乎漠视而不深刻的 外缘内方 以小伯大 神识度是 也许大家会认为 这是它种种的变异 其实君子无变 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就是无尽的扣问 这样子的扣问 就是让艺术可以从当代 变成经典的可能 拉丁文的 contemporary contempo 这个字 其实很有意思 contempo 就是要与时俱进 要找到跟时代对话的 这个韵律 这也是当所有的 今年作品 其实它都曾经 而且必然 未来也将会是当代 保持当代的原因 如果说 在当代的台湾艺术界 有哪一位先进 哪一位艺术家 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 美丁艳老师 绝对是最好的 这个典范 所以他不断地 这个扣问 不断地找到解答 我们也 从他的解答 得到启发 可是 有一个部分 他永不扣 永不质疑 那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他 竭离四十一年的妻子 我在此也希望 可以感谢 所有国家文艺长 得主 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亲友 因为没有 他们的包容 支持 和隐形的 这个不断地 给钱给力 大概我们今天 都不可能站在这里 可以进行一堂 来去共享 这样子的 这个时刻 1983年节礼 2013、2014 我请美丁艳老师 参与了 这个美术馆的 爱你一生一世的project 刚好十年前 他在爱河边 小坡上 就用大大的爱字 献出了他对土地 对艺术 还有对妻子的爱吧 所以今天 我想借着各位的手 也要感谢 默默在这里 现在也是在美丽 老师身后的妻子 谢谢师母 好的 其实我是得到一点特权 因为我在进场的时候 工作人员特别跟我说 今年因为很奇怪 这个得奖主比较少 所以这个 老师你可以多讲一点 然后美老师又特别给我 这个免死金牌 她说 她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拜托我多讲一点 好 谢谢大家 容许我 谢谢谢佩妮女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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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